星期一节五中五十二点 只要tune in九八八 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九八八广播剧 九八八制作 保障明来 我叫关明 我叫张子 我叫刘慎 那我们就刘慣张 点点点 这次就火灯了 真可憐了 被人打成这样 叔叔 名仪你 我们对半战 想得过的 只要是你买的 我都会喜欢的 一笑二顺三上调 四礼五购六成交 安 够公司发败了 春日又到春天 心里满着思思甜 快乐问问谁都知 哪怕只有时尘仙 你我又再相见 屋里幸中大团圆 锣鼓星日渐渐 个个都清晨愈见 风雨都不可能会变 从小离隔多和远 仍要跟着春日 在齐会面 慶祝这一天 齐小小过年迎新宴 祝福今年都知识愈宴 吐吐小姐花 打个荔枝 再会美法乐 共场首两弦 齐小小晚年又得意 听烟花 跑声响他门天 欢呼吸小声 提唱廉 廉廉廉廉廉 常常不改变 狗 一狗狗 我今次将会在一个幼形 兼帥子兼充满男人 兼专业的紫微斗素 索落多吉大丝 我是不是到 非人欺骗 发财大鸡 天劫 罗佩来 黄温妍 第八集 Winker 我们就这样搬进去 会不会不是很好 是不也好 那你会不会有份门口 要认真的 我也说真的 拜托你别想太多了 要不是我们求他 他要自愿叫我们搬过来 那我们要学师 搬过来上货开会开工 都方便一点 还有 省很多车轿费 但是 喂 你们两个字字朕说什么 至今晚帮你掌门 没有啊 到了 走快两步 哦 我去管理局登记 我帮你们申请多一张卡 方便出入 身份证下来 在Lobby等我 还以为他住什么豪宅 不就是比较好看的 挺好啊 走出去就有食物 有地铁 很方便啊 不是地点问题啊 我还以为他驾大车住洋 那我们就没跟错人了 谁知他乘地点住公寓 哎呀 真是混得一样 那我们现在总算有个地方落脚 算是这样吧 哎呀 不是这么说啊 入得这一行就如了结怨有仇家 这么高风险 如果没有高的回酬 我就要考虑一下 哇 你变得这么快啊 之前你也不是这么解释我听的 人呢 就要随着环境的变动 而有所变通 嘿 你懂什么啊 但是你只是看外表 不准的咯 那我也希望啊 它是和感叹珍珠 来来来来 这两张方案填了它 一会儿会人上去收的了 现在我带你上去 哦 哇 原来你住最高的 康都的最高楼 通常都是pen house 特别大间 那这间屋就很大了 这间小屋就是方便我平时出入的 小屋啊 那我们搬进来 你就很逼了 其实 我在这里有三个单位 可以一个人住一家 真的吗 假的 太义信人 大忌 哇 电梯门一开 就是你家门口啊 Silent 开门 智能锁啊 好帅啊 自以为是 大忌 这个是Silent 我管家 这个是阿Wing 这个是阿梓 会在这里住一段日子 你帮我准备两个客房给他们 啊 哇 哇 你这间小屋 怎么看都大过我们之前的那间三四倍啊 哇 何止啊 两层呢 加上应该有成万尺啊 我这么大个女儿呢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间屋而已 现在不是见了 是住啊 傻辈 是呀 我才有种不败 神经病 我又说这间屋里写你的名字啊 啊 哈哈 没有 我意思是 以后我们都有机会 像你那样住豪宅而已 这里是客厅 那里是偏厅 再过一些就是饭厅和随房 这间房是Silent 你们的房子在楼上 我现在带你们上去摆的行李 你们休息一下一小时之后饭厅开会 九八八制作 发财大鸡 哇 好精緻啊 十足人去酒店吃那些高中午茶 那样啊 喂喂喂 你又没有发觉啊 那个管家好帅啊 如果这些食物都是他准备的 实在太完美了 哇 你对原味的要求都很简单啊 不过我买 笑得像个花痴 干什么啊 我没有 没有 是的 这些西饼这么精致 是在哪家酒店买的 买 我干嘛要去买 啊 Silent 这么好料啊 欢迎他们 自把自为 扣你人工 啊 那就要扣人工 他也是贴心而已 哎呀 你不要这么认真啊 你看一下Silent的样子就知道神果和他说笑的啦 嗯 有观察力 如指可教 Silent说不了话 不过办事能力很高 你们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他说 啊 说不了话不就很浪 有什么浪 难道你想和人家触失长谈啊 哈哈 没有没有 哎呀 即是他又英俊 又不干 在这里做管家 浪了一点 别人的事你少管 说回我们 既然你们跟得我又住在这里 我就要鲜小人后君子 我家规不多 只有两条 第一 我的说话就是规矩 第二 我不在 Silent的决定就是规矩 哇 那你真是打横来都行 不服啊 不是 我们既然利下 no say都正常的 阿子你有没有问题 没有啊 其实不用交通 我就很满足的了 既然没有问题 我们就出去上第一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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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 只能够出你 单单一个车牌 就可以查到车主的全名 透露财务状况等等 若然有人要尋仇 车 都是最容易落手的目标之一 哦 最后才是重点 那我们现在坐在商场 是要做什么 是咯 我想看看你们的观察能力 去到什么程度 指 好 看看12点方向的标号 好 告诉我 对面那对男女是否情侣 呃 应该是吧 他们两个看东西靠得这么迷 现在我们三个都站得很近 难得我们三个乱 那搭着肩膀啊 还不是他男朋友吗 现在什么世纪啊 搭肩膀就表示亲密 你细心地看下 那个女孩是穿着情侣装的 咯 对哦 女孩那件是半个心的T恤 男孩呢 就穿着上班写衣 第二点 男孩已经背着电脑袋 所以女孩手上拿着男装袋 应该就是他男朋友上隔离的厕所 叫女孩帮忙 哦 那我知道他男朋友是谁了 走出来那个 傻妹 穿着同款的情侣装 傻的都知道 永 道理 三点钟方向 嗯 嗯 看不见到对UncleUncleD在看着衣服 一分钟之内告诉我 他们最后会不会付钱买 嗯 UncleD出短裤 UncleD打扮又不入流 那家名牌店一件单衣 起码都要三四百元了 我猜他们不买 再观察一下 你还有五十秒时间分析 哦 UncleD就阻碍游获 好似没有意识地翻开衣服来看 Uncle就一直在看手机 我想他们应该是云吉的 你平时会不会无端端走入这些名牌店呢 那又不会 进去就好像跟自己格格不入 但是他们两个就很自在 好像去惯去熟 你看 UncleD看衣服不看价钱 所以钱不是他关心的东西 就像细望似的 应该是未见到心头豪 记住 除了要留意目标的一举一动之外 旁边的人事物都不可以忽略 哦 看过商业的态度都挺殷勤 还有一味陪笑和商业 可能是熟客 还有 见不见店铺 门口左边站着一个大只佬 手上大包小包 对眼周围望 还会一直留意UncleD 哦 难道是UncleD的保镖 看他的行为 很大可能是 哇 UncleD已经拿着两个同款不同顏色的袋 去Counter付钱了 哦 然后Uncle就打眼色 叫大只佬进去帮忙拿东西了 哇 神哥 你太棒了 做得这一行要一眼观察 任何细节都会影响成败 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 喂 就叫了你们室内说话不得大声 这条是家区 这条又不是家 是不是想死啊 不是 看来餐蛋饭好像很棒 智亚 你吃什么 应该就法兰西炒饭 这个时候当然叫套餐底了 你看 有水又有甜品 要给三元 我自己有带水啊 又是啊 单叫就可以省三元 想好了吗 要饿了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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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么呀 餐蛋饭一个 法兰西炒饭一个 要多一碟招牌炒面加荷包蛋 全部套餐 饿了 OK 没问题 不用说 那三元我帮你们给 为什么不直接给了 当我没说过 我收回刚才的说话 知道 小鬼 不是呀 挺乱癌的 乱你的头 不用对我有好感 这个社会处处有相机 我今天出了三元 明天就有机会给你们收回三十元 放心 根据我观察 神哥绝对是一个很难心愿的人 神哥 你平时在哪里找目标的 刚才也说过 处处有相机 只要你够细心 机会就更在眼前 师傅 要不要落手 喂 你小心点 为什么要害怕 你一定会扶着我的 你呀 那如果我扶不住呢 那就是 跌下来怀抱 你呀 真是不知丑 你坐在这里 有枕头舒服点 谢谢 你什么时候都这么细心的 只是对你而已 吃什么好呢 刚才你不是说 想吃西多士的吗 不过现在见到餐牌 我又想吃tuna三文治 两样都叫别得咯 哪里吃得了呀 那么多 有我嘛 你 你不是不喜欢吃面包的吗 那你想吃嘛 况且跟你一切 什么都好吃的啦 没有句真啊你 要不要我发誓 Origin 嗯 不准人说话 好了好了 不要玩啦 叫你吃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八八制作 發財大雞 嘩嘩嘩 這一對姐弟戀 我都挺逼的 看他們好得多久 那他們年紀差距大一點 都可能是真愛來的 你這樣不是遷人的嗎 是呀 看他們都好說 雖然只是短短五分鐘 就可以看得出這個男人對這個女人又不歸其道 是嗎 我就覺得這個男人對女朋友很容心 很體貼 因為你被他進朗的外表夢閉了 我相信如果換了一個又矮又醜的肥仔又異常的舉動 你就有不同的反應 沒有 我沒有那麼外貿協會 你的眼神已經出賣了你了 哪有 看你們兩個都沒什麼拍拖經驗 讓我代錢落你的袋 真愛是不會百分百遷就 百分百奉承和百分百討好的 如果任何時間都是這樣的相處模式 討好人那個就肯定是處心積慮要得到一些東西 通常這種姐弟戀都會被人覺得是個女的特別幼稚 跟著就包了個小鮮肉 一般姐弟戀的小鮮肉都會發脾氣 扭下肌肉 拒幻形 要個姐姐呵護住 這個就相反 是一味討好的姐姐 所以她想得到的回酬應該不是一般那麼簡單 哇 神哥 我們究竟要學多久才可以到你這個專業的程度 是呀 不好意思 打到你這裏 什麼事呀 剛才我一直在後面偷聽你們說話 其實你們說的那兩個人我認識的 我們也是隨口說 吹下水的 說錯了嗎 你不要見怪呀 我是很認同這位先生的分析 所以想一起討論一下 不好意思 我忘了介紹自己 我叫Isaac 那個女人是我姑娘Carmen 那個男人就是她在網上認識的男朋友Ricky Ricky說下個星期就飛過來跟我見面 你不要那麼天真呀 現在有很多網絡騙子專門騙你們這些單身貴族 我這麼大個人還不懂得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嗎 我跟她認識了半年了 我們每晚都聊天 無論公事私事我們無所不談 我感覺到她真心對我 那些網絡騙子哪會這麼有行心跟你談半年 放長線釣大魚呀 你有沒有跟別人說過你是企業總裁 有 不過我們認識了半年 她從來都沒有說過錢的 我不相信她騙我 還沒想到這條好竅嘛 你怎麼一定要這樣想Ricky 我也有看過一些網絡愛情騙子的新聞 一百單可能有九十九單是騙案 但只有一單是真的嘛 喂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 不會有又年輕又英俊的工程師 會喜歡我這些年紀大的呢 她說她是工程師你就相信 你知不知道上網去找幾張英俊上來 開個假戶口有多容易呀 我也可以開幾個戶口 說自己是律師醫生工程師啦 再說吧 她是這麼英俊的工程師 會有空到天天跟你聊天嗎 嗯 那她也有試過很忙忙到不空跟我聊天的 不過她即使再忙呢 朝朝起床晚上睡覺前 都會發個訊息來關心我的 這些是真心才可以持續做到的 唉 我都免得再說不下去了 這些網絡騙子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天 要是說寄了一份貴重禮物給你 但是就過不了關要你給通關費 再不是 就說自己來到機場被扣留 要你賣錢去救她 你說她下個星期就會來找你 我就看看她真的是工程師 還是當我白癡 好 到時Ricky大大個人出現在你面前 你就沒有藉口反對我們一起 結果這個Ricky真的出現了 是啊 不過真的有古怪 可惜我找不到真憑實據 對了 剛才你們說 要跟這位先生學他的專業 請問你是從事什麼行業 我是私家偵探 私家偵探 是啊 我們剛剛入工 試用期 正在學習 那就好了 我還在搜尋找誰幫我 怎樣稱呼 Liolson Liolson 我想你幫我起那個Ricky的底 幫我揭開他的假面腳 我收費很貴 我願意用完我的積蓄來換取真相 即是有多少 你們收多少 你的積蓄有多少 你說我先知道你們什麼價位 你讓我先知道你儲了多少 喂 你們是看客人的身家來開價這麼沒standard嗎 不好意思 我們第一天上班不是太熟了 不用看著我 我是負責查案不是傾訴 Isaac 是嗎 不如明天我們找個地方再談好嗎 你的姑姑和那個男人結帳了 那 OK 這個是我的號碼 我等你電話 我繼續跟蹤他們看看有什麼線索 記得打給我 喂 你平時不知道收什麼價錢嗎 你不是入戲太深嗎 以為我真的是私家偵探嗎 我們不幫他嗎 那個人說用全副身家來查 看她的款都不錯得多少了吧 但是 如果我們明知道她姑姑會被人欺騙都不幫她 那她姑姑豈不是很慘嗎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慘慘豬 我們幫不來的傻妹豬 哎呀 這樣的年紀如果被人欺騙了全部錢 又真的特別慘 對呀 而且又不是沒有錢賺 是不知道多少 浪費時間浪費精力 不當是被他們失閘了 錢我收少一點 阿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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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啦 耶 發財大計 第八集 導演鄭美英配音黃君妍 樓臣陳川輝飾演 關榮同心飾演 張子曾心儀飾演 Isaac曾凡永飾演 Carmen張傑偉飾演 Ricky楊曼李飾演 Silent黃振益飾演 春日又到春天 心裡無掌思思甜 快樂問問誰都知 哪怕只有時常詩 你我又再相見 屋裡氣盡大團圓 羅古星日見見 個個都清晨如見 風雨都不可能會變 尊少離格多望遠 仍然跟著春日一起會面 慶祝這一天 齊少少過年年新宴 祝福今年都至少年宴 嘟嘟小姐花等個禮詩 再會美法樂共場首兩獻 齊少少夢面又得意 聽煙花跑聲響起滿天 歡呼吸小聲聽著年年 仍然年常常不改變 嘻嘻還以為他住什麼洋紅 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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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嘻嘻 原來你住高 最高 自把自為 扣你人工 蛤?那就要扣人工? 他也是貼心的 子呀子呀 你不要這麼認真 你看西蘭 西蘭 西蘭 是他一 失來說話不得大聲 哈哈哈哈 嘻嘻嘻 嘻嘻嘻 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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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看這個售販商人的態度 挺陰勤啊 哼 還有啊他一味在陪同笑 sale 什麼 還一味陪同笑 sale 陪笑 sale 嘻嘻嘻嘻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幹什麼呀 我幾次有東西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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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ither Harp 永远远尚再不改变 永远远尚再不改变